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看个饥饿站台的故事 男主葛兰自愿参加管理局的自我管理项目 每人可以带刀枪 锦线一样 男主带了唐吉克德的书 男主醒来在48号房间 上面47个房间 下面不知道几层 这就是一个随职平台堆叠的监狱 每天只有一次进食 都是上层吃完剩下的 甚至还是别人呕吐过的食物 不可以私藏食物 否则房间会变热或者变冷 直到你死亡 晚上红灯亮起 食物平台会飞速的回到凌晨 室友拓爷误杀了人 最后管理局让拓爷进项目赎罪 男主认为平均分配食物 下面的人就不会饿死了 拓爷直接一抛尿讽刺男主 楼层就是阶层 层层剥削 而每天供给的资源是有限的 过了几天男主也吃了起来 无聊的时候就看书 一天一个人自杀了 拓爷习以为常 这种上层的人吃饱了没事干 精神得不到满足 就自杀了呗 拓爷带了把刀 曾经去过132层 男主想拓爷是不是用刀吃了玉油 拓爷说132层吃了掉下来的尸体 这天进食 台子上有个女人小米 每个月她都会下去找她的儿子 男主关心小米的伤势 小米不理会男主 拓爷说小米杀玉油 为了换到儿子做室友 是个疯女人而已 四舍就称 两个男人想欺负小米 一番薄杀生和惨叫生 小米杀了二人 小米又上了食物台继续找儿子 无聊之下 男主看书籍也读给拓爷听 一个月过去了 房间注射了麻醉剂换房间了 男主醒来发现被绑了起来 在171层 有两个人直接跳楼自杀了 七天后拓爷熬不住了 要割男主的肉进食 幸好小米从食物台上下来 捅了拓爷一刀 小米将刀给了男主 男主冲过去将拓爷解决了 小米的调价下 男主吃了拓爷的肉 都是为了生存 照顾好男主 小米带上肉 继续到底层去找儿子 男主继续吃拓爷的肉 哪怕已经有了狙虫 饥饿让男主产生了幻觉 拓爷在骂男主 就是杀人凶手 换了新的楼层 这次是33层 而室友是一位项目的审核员 莉莉 莉莉癌症晚期 没有多久的寿命了 自愿进了这里 莉莉想引发自我管理革命 让下层的人按照定量进食 下层的人才笨鸟 莉莉不断失败 直到男主骂 不照做每天拉屎给你们吃 告诉下一层也这样 34层的人才听话 并且传递了下去 这天男主在食物台上 看到受伤的小米 二人救助了小米 半夜两个女人打了起来 小米吃了莉莉的狗狗 第二天 小米坐着食物台继续找儿子 莉莉审核过小米 小米是个做明星梦的女人 根本没有孩子 这项目不许16岁以下的孩子进入 一段时间后 莉莉很绝望 曾经的工作 就是把活人送坑里面去死 又换房了 这次是202层 男主醒来 就看到莉莉上吊 自杀了 而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层 这让男主很崩溃 意味着男主必须吃 莉莉的尸体 才能活下去 每天来的食物台空空的 最后靠吃莉莉的尸体 活下来 一个月后来到第六层 室友是黑哥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黑哥带了绳子想爬出去 要不是男主拉一把 黑哥就摔成了肉饼 六层每天吃的东西很丰盛 黑哥有些绝望 男主和黑哥商量 男主估算大概有250层 两人在站台上分食物 打破这个剥削的体质 而且只有下去 才能从这里出去 第二天 两人拆了床的铁棍做武器 前面50层不分食物 为了保证底层的人吃到食物 一层层下去 黑哥遇到了主力的贤者 贤者建议留一份 纹丝不动的奶冻到凌晨 向他们传递信息 两人一路教训 前面50层保留食物 51层开始 分发定量的食物 配合的给食物 不配合直接拿棍子打 但是到了90层以后 有些楼层人都死了 而死人的楼层 食物还不停 意味着楼层数远远大于250层 来到一个楼层 男主看到小米被两个男的杀了 男主冲上去揍光头 黑哥对付长剑男 男主不敌被打得满头是血 黑哥被砍了一刀 干掉了长剑男 救了男主 小米已经死 两人滚到了食物台 继续下沉 148层 202层 250层 还没有到底 250层以下不是尸体 就是疯着 还有个老头爱财如命 死都要抱着钱 最终二人疯完了食物 只剩下了奶洞 330层停下了 男主在床底看到了一个孩子 男主滚下站台 食物台继续下沉 这孩子很像小米 两人最终决定将奶洞给了孩子 男主开始昏迷 梦里想把孩子当成信息传递出去 等男主醒来 黑哥因为失血过多死了 第二天 男主和孩子上了食物台 男主守护着孩子来到最底层 上面有一道光 男主跟随 脱一而去 伤重而亡 而食物台带着孩子去了临晨 这是经典的反乌托邦电影 寓意深刻 楼层代表阶层 每天的食物代表固定的资源 你在第一层的食物链顶端 享用最丰盛的资源 但明天你也可能在300层 连残根甚至都吃不到 上层的人觉得高人一等 享受特权 恶意对待下层 人性的恶意在阶层中传递 恶意循环 每一层定量都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资源是固定的 孩子到了临晨 管理局也不会改变这一切 因为没有人能逃离这个体制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